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多品种情况下的保本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啊 它通常都是生产多种品种 对于每一种产品啊 它有它各自的单价 各自的这个成本 另外可能甚至食物量计量单位 都有可能不同 所以我们对于多品种的这个保本分析啊 我们首先呢 一个呢是按照我们前面讲 那个假设前提 就是我们是假设 每一种产品的收入 在你总的销售收入的比重不变 是吧 就假设我们的销售品种结构不变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呢 我们在做这个多品种的保本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加权平均法 那么具体来说呢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可能要先确定一下 加权平均的边际贡献率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对于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呢 我们可以拿总的边际贡献 除以总收入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 他给了我们两种产品 或者甚至三种啊 就多种产品 那我就是可以分别去算一下 他们各自的 P减V 乘以QI 然后累加 然后呢 去给我除以一个 他的总的收入 对吧 你可以这样 那我们在前面也给大家推了 其实这种总边际贡献 除以总收入 你也可以用他每一个产品 各自的边际贡献率 乘上销后收入比重 去相乘相加都可以 对吧 两个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假设 销售比重不变嘛 所以有了这个 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以后啊 我们做保本分析 首先要算综合的保本额 也就是加权平均的保本额 那这个保本额的计算 和我们前面讲的公式一样 就是用固定成本 F除以边际贡献率 对吧 那么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边际贡献率 是一个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 所以F除以这个 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 就得到一个 综合的保本销售收入 然后因为我们是假设 销售的品种结构不变 如果我想让你分析 每一个品种的 就是每一个产品 它各自的这个保本点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综合的保本额 去乘上该产品的 销售收入比重嘛 然后呢进一步我们想 如果想让你用食物量来表示 想让你求保本点的销售量呢 那就把保本额除以单价 不就可以得到保本量吗 是吧 所以它的计算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 加权平均的方法 就先计算出一个 加权平均的这个 保本额 公式还是F除以 加权平均边境贡献率 对不对 然后呢你按照这个 销售收入比重 去得到每一个产品 所以其实它多品种的话 我们也没有什么难的啊 就是你会算 加权平均边境贡献率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书上的例题啊 你看我们书上 给了一个例16到5 说呢企业要生产 ABC三种产品 固定成本总额啊 是5万元 是吧 F等于5万 然后这三个产品 各自的销量 单价 单用成本全给我们了 那我们看要求 第一个让你计算 加权平均边境贡献率 我们讲了好多方法了 你如果不怕麻烦 你就分别算一下 每一个产品边境贡献率 然后呢再去算 它各个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 然后你去跟我 相乘相加就可以 或者是 就是我们讲的 用总的边境贡献 除以总收入 那就像我们这条题 比如说 A产品的边境贡献是什么 20减10 乘以1500倍 B产品的呢 15减6 乘以1000倍 对吧 C产品呢 14减7 乘以2500 这不就是总边境贡献吗 那么分母的总收入呢 就是 用我们的单价和销量 是吧 20乘以1500 加上第二种产品的 15乘以1000 第三个产品是14乘以2500 所以我们 第一问 这个加权平均的边境贡献率 我就可以得到了 对吧 然后让你求 加权平均的保本额 那我就直接拿 这个固定成本F 不是5万吗 对吧 我就拿这个5万 去除以一个 我们刚才第一小问 这个结果 一除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他又让我求 B产品的 盈亏平衡销收入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加权平均保本额了 就是这个综合保本额 是吧 比如说我用这个 S中 零来表示吧 让你求B产品 那你就看 B产品的比重 销售比重 B产品的收入是 15乘以1000 所以我就把 根据第一问这个结果 我就偷懒了 我就说我们把这个 综合的这个保本额 你给我乘上 B产品的销售收入比重 那B产品的收入 是15乘以1000 然后看它占我们 总的收入比重 A的收入是 20乘以1500 对不对 而B呢 是我们15乘1000 然后C产品 C产品呢 是14乘2500 是吧 加上啊 加上14乘2500 这不就是销售收入比重 这样我就把它综合 保本额呢 就是其中我们 B产品的可以得到 它要让我求 销售量 那我们就把这个 B产品的这个 保本的这个收入 你给我 除以单价不就完了吗 对吧 把它除以单价批 我们单价是15啊 这样就可以得到 所以它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 基本的原理 对吧 你看我们书上 它是通过列表来完成 它是分别计算的 编辑贡献率 然后又 又把这个 我们这个编辑贡献率 和比重相乘相加 是吧 或者是就是我们讲 总编辑贡献出 总收入得到 然后加权平均保本额 然后进一步去 按照销售比重 分给B产品就是 那我们先来 结合以往的考题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 一个客观题 就是有的时候 它会考你这个 就是勾计关系 实际上就把这个公式 给你做一个便习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以往的一道 这个单选题 它说这个 让你判断一下 以下表会中 错误的是什么 加权平均编辑贡献率 它等于说 总的编辑贡献 除以总收入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没问题 然后再看B 加权平均编辑贡献率 等于各产品的 安全编辑率 乘上 消耗事前利润率 其实 它考的是 那个关系公式 你要记住 我们谈的是安全编辑所提供的 编辑贡献 是企业的利润 所以呢 不能说是用安全编辑率 去乘 而是应该用安全编辑率 乘上那个编辑贡献率 才是你的销售的 消耗事前利润率 对吧 所以这一看就错了 然后我们再看C 对不对啊 就是它问的是错误的 那当然就选B了 那我就没问题了 那就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 假设我敢多选题 问你哪些是正确的啊 我们看一下C对不对 为什么它问对 利润加固定成本 比上总的收入 其实 我们的编辑贡献率 乘以消耗收入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编辑贡献啊 然后 我们有一个编辑贡献方式 编辑贡献 减去固定成本 是不是等于利润啊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你把它 挪一下位置 收入乘以编辑贡献率 是我的编辑贡献 然后减去我的固定成本 不就是利润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个 应该也是一个正确表述 我们再来看D 就是把编辑贡献率 和比重相成相加 其实就是 就是说 他故意把它 做了一些变形啊 那我们要注意 这个指标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啊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重点是看如何来进行 这个多品种的 本量力分析 我们现在考试 可能更多的 他就是给你数 让你去做这种分析 有点像小计算这样的 然后我还想给大家提示 就是说 你不要认为我们 一谈到这个多品种 就一定是 某一个产品 是吧 那我们如果这个企业呢 你说他给的是像我们 19年 他给的是部门 其实没关系 他如果多部门 也是这个道理 你可以把它认为 就是我们不同的部门 有不同的产品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你看他告诉你 假公司的收入是50万 编辑贡献率是40% 然后公司设了M和N两个部门 那两个部门 把它们两个产品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那这个相当于 就是我的总收入 对不对 假公司的收入嘛 那说不定 这就是你的总收入 那么这个编辑贡献率 相当于我们总的 编辑贡献率 然后我们有MN两个部门 M部门的变动成本 是26万 然后M的编辑贡献率 是35% 然后让你说判断以下说法 是不是对 是吧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知道编辑贡献率和变动成本率 二者之和是等于1的 那对于M产品来说 它的变动成本率可不可以得到 首先你看他不是问的是M吗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变动成本率 可不可以 有 那没问题啊 M的变动成本率 那不就是和编辑贡献率 二者之和为1 是65% 对不对 所以M的变动成本率 我就知道了 然后他又告诉我 变动成本是26万 变动成本 占收入的比重 就是变动成本率吗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变动成本26 根据这个变动成本率65% 我想让你求M的销后收入 是不是可以有啊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M的销后收入 它应该等于什么 它就应该等于 我们这个变动成本 除以变动成本率吧 因为变动成本 大家看这个26 它实际上就是 用这个率来说 就是把65% 乘以M的收入嘛 所以M的销后收入 它不就等于26万 除以65% 所以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把 M产品的销后收入算出来 那我们算了这个结果 26除以65% 我们算结果是40万 大家可以想 既然M的收入40万 这个假公司总的收入 这是一个多种产品吗 总收入是50万 M的收入是40万 所以你拆分一下 既然M是40 那我想问你 N的收入呢 是不是就是10啊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销后收入40 这个10 这都是对的 那你想边际贡献 是多少呢 收入乘以边际贡献率啊 你40乘以35% 不就是我们M的边际贡献吗 那你40乘以35%多少 是不是正好14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边际贡献也就简单了 我们对于M的边际贡献的计算 就拿销后收入40乘以边际贡献率35% 这样的 那这个也是对 那就应该说N就错了 对吧 但大家看N为什么是错的啊 当然要是考试单选题目就很简单了 对吧 但如果多选题目就会麻烦一点 那我们看 对于N产品的这个变动成本 大家看怎么来考虑 就是还是那句话 你看我们有总公司 总公司它有总收入对吧 总收入我们是50 我分到M和N上面 M是40 N是10 然后我们再来看 你的总边际贡献多少 我们的边际贡献 边际贡献呢是 40%的边际贡献率 50乘以40%是多少 那就是20万 然后它M产品的边际贡献 我们已经算多少 是14了 所以N的边际贡献多少 N的边际贡献呢就是 它们是一个加的关系 对吧 那就是6倍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变动成本 那变动成本的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收入 是等于 就是我们收入 减去变动成本 是等于边际贡献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你的收入 它不就等于 边际贡献加变动成本 是吧 所以我可以看收入是50 那你的边际贡献是20 所以我的变动成本 是不是30啊 那么这个呢 40减是14多少 我的边际贡献 我们刚才已经 其实我们都已经分析了啊 那就说 那它这个就应该是26 对吧 它给了我了 是26 所以你看 这个应该等于4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可以分析出来 它上就是个多品种 我们有总的了 然后有两个 相当于两个部门 就两个产品 是吧 你就可以把它推出来 这是谈的这个券1 那你看券2 它也是 它就变了一下 它你看 还是说 它给了假公司的收入50万 编辑贡献率30% 这个公司设了KW两个部门 给了K的变动成本 编辑贡献率 让你说以下错误的是什么 是吧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先分析总的 总的收入 这个是50 是吧 然后你就看K和W了 然后我们再看收入 减去变动成本 是我们的编辑贡献 对吧 那么这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嘛 由于它的收入是50 编辑贡献率30% 所以编辑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50 乘以30% 那就是15 而变动成本呢 那一定就是35 应该可以把它分开来 那么现在看K K的变动成本是给的我多少 是30 所以W的变动成本一定是5的 对吗 因为这个是总的嘛 所以它就一定是5 然后我们再来看 由于我们给了你这个 K部门的变动成本是30 然后给了编辑贡献率是25% 你想K部门的变动成本率是不是可以得到 所以考的还是勾集关系哈 那我们K部门的这个变动成本率是百分之 应该是75% 对不对 也就是我可以把K部门的变动成本率给它得到 是75% 所以既然变动成本率75% 又给了变动成本是30 所以我的消耗收入就是拿30除以75% 这样就可以得到 是吧 所以这样也可以推出来我们这个K部门的这个消耗收入 实际上就是40 那这样一来我的W你看总是 那么这个就是10 还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你的编辑贡献自然就出来 这个40减3就是10 那这个10就是5了 然后你去看哪个对哪个错不就完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考试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稍微变一下形 它给的不是产品 它给的是部门 它其实也是一个多平均的概念 就是我们总的收入 就是各个产品的收入之和 总的变动成本也是各个产品变动成本之和 对吧 我们总编辑贡献率的是用总编辑贡献处于总收入 是吧 就是你的总的编辑贡献率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去年在这块考虑到计算题啊 实际上是一个多种产品的这种 量力分析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例子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 假公司呢 要承包以集团投资开发的主题 公园中的游乐场 那么就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资料 是吧 我们可以先大致看看 它这个要求啊 它要求让你分别计算游乐场的 2021年的编辑贡献固定成本 营业利润 然后让你算游乐场的什么 美人次的编辑贡献啊 盈亏人游客人次等等 所以一看一看这个提问 就是让我们做本量力分析 而且让我们做的是游乐场的一些 这个分析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他给的这个资料 然后他是说 假公司就是承包这个游乐场 所以让你做这游乐场的本量力分析 然后承包期限呢 告我们是五年 承包的时候一次性支付 经营权的使用费 两万五千万 按承包年限平均分摊 那一看这个两万五千万 是资本性支出 那么资本性支出 我们实际上是不能给它 作为成本费用 但是我们得考虑 摊销 对吧 所以我第一个成本就是摊销 摊销是和我的销售量 没关系的 它是按年摊销的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固定的成本 我有一个五千万的 这个基因权使用费的摊销 然后他还告诉我们说 承包期内每年还要上交 五千万的承包费 那这又是一个五千万 这第二个固定成本 对吧 承包费 这也是和销售量没关的 因为本量率分析的 这个的量指的是销量 对吧 那这个承包费 也是一个固定成本 和销售量没关 是一个固定的 然后他还说 并且每年按照收入的10% 向乙集团支付管理费 对吧 那这个费用是 占收入的有一个固定百分比 上就是变动成本率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看它是和收入有关 是一个变动成本 这个上就给了我变动成本率了 相当于我们的变动成本率 就是10% 那如果让你求单位变动成本的话 那就让我单价乘上 这个变动成本率 才是我们的单位变动成本 是不是 我们就先分析一下给我的资料 然后他让你做2021年盈亏平衡分析 游乐场的售卖两种门票 都是当日当次有效 票价如下 那么游乐场门票呢 成人普通票是60块钱 那我们一看有一个价格 就给它设成P1吧 对吧 儿童以及60岁以上老人的优惠票 这是第二个价格 P2 公园观光和游乐场连票 这是个连票是吧 那就是我们说P3 又一个价格 然后呢 这个优惠门票 打五折了 就老人和儿童这个 那是P4 那你可以看他给了我四种价格 对吧 我们实际上 大家不要认为多品种 就是一定是 就是我们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有的时候 他考试要结合实际 对吧 不一定是哪一种产品 我们对于服务性行业 那他这个卖的不同门票 他就是 就是有不同的价格 那就是不同的品种呗 对吧 你看我们有四个价格 那么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要注意什么 你看 它是公司 就是公园的观光和游乐场的连票 其实我们只是承包了游乐场 它只是承包这个乙集团开发的 公园中的游乐场 但这个连票 对吧 所以我自己稍微提醒一下 这有个连票有这个价格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资料 说2021年预计门票的售卖情况 游乐场的门票 卖了500万张 连票卖了400万张 假设呢 各类已售门票中 普通票和优惠票的比例 均为40%和60% 那就是我要考虑Q1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游乐场 你不是有P1吗 对吧 普通门票占多少 占40% 所以游乐场的门票的Q1是多少 就是500乘以40% 那我们的Q2呢 对吧 就是这个优惠门票占60%的 那就是500乘以60% 对不对 然后连票卖了400万张 那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这个根据P3一致了嘛 他是P3 我就是Q3 是吧 那我的Q3是多少 是400万张的 也是40% 然后优惠门票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Q4 是400的60% 对吧 这个销量是有这么多 然后你接着关键看第三点 连票收入 假公司和乙公司要分享 各占50%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是让你分析游乐场 对吧 我们刚才提问 让你做游乐场的 这个本量力分析 那么这个假公司 他只承包了游乐场 那你这个公园的观光 这个连票 那连票里面有一半 是归人家 人家那个乙集团的 对吧 那么给你的纸是 就是游乐场这一块 所以言外之意呢 大家看 就等于说 这个卖的一张票的价格 我们对于游乐场的价格 现在关键是 要考虑游乐场的价格 那你是多少 有一半得分给人家 公园 所以我这个P3 应该是多少 就不是80 而是只给我 一半的价格 一半的收入 所以价格 只有一半分给我 那这块一样啊 也是价格一半分给我 所以P3P4 你看 因为他要把收入分成嘛 收入要分给人家 那将于 卖一个份票 价格一半是给人家 乙集团的 那跟我讲 游乐场有关的 那么只占一半 所以我要把这个价格 要成50%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是四种价格 其实这个关键点 就在于这个连票这个价格 你要记住 要把前面的价格给它 归游乐场的价格给拿出来 那如果这个 PQ都得到了 那其实后面就简单了 他又告诉你 物业费是固定费用 然后支付这个固定费用 那这是一个固定成本 这是第三个固定成本了 那现在我们看他的要求啊 让你求编辑贡献 那你看我的 PQ全有 V呢 他给了变动成本率10% 那如果有变动成本率 你想我们的V是什么 V的话不就是我们这个 用P乘上变动成本率吗 或者我们直接就想 如果我们能够有 编辑贡献率 你像他的这个编辑贡献率 就是90%吧 因为他的变动成本只有10% 所以对于多品种产品来说 我们的编辑贡献可以怎么来算呢 是不是可以用总的销售收入啊 就是这个PI乘QI 我把它乘上一个 我们的编辑贡献率可不可以 因为他考试特别喜欢 你像他这条题 没有其他的这个变动成本 只有一个变动成本率 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你怎么样算都 其实都可以算对 我乘上一个编辑贡献率可不可以 没问题吧 或者你说我不怕麻烦 我不是有四个P吗 我就可以有四个V 四个V怎么来 就是P乘这个10% 是不是也可以啊 或者你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VI得到 PI减VI乘以QI 然后你给我累加 是不是都行啊 那很显然我们用这个编辑贡献率 好像更简单一点 它就是统一的变动成本率 就是变动成本率10% 所以我的编辑贡献率 就是1减10% 而PIQI是不是 我刚才已经分析了四个呀 那不就非常简单吗 P1乘以Q1 加P2乘Q2 加P3乘Q3 加P4乘以Q4 总的收入加起来 乘上1减10%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给大家列的答案啊 那写了一堆 实际上 就是我底下列的这个表啊 当然这个是不需要 大家去写在考卷上 就是给大家解析的啊 就是找到它的四个不同的单价 四个不同的销量 那我们求编辑贡献的话 那就是可以用我们的 总的销售收入 是不是 你用销售收入 乘上一个编辑贡献率嘛 销售收入乘以编辑贡献率 不就是我们的 编辑贡献吧 所以第一小份就可以完成 那它让我求固定成本总额 那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是三块啊 第一个5000万 这个金银权使用费的摊销 第二个是承包费的5000万 另外我们还有这个 物业费固定的10286 所以加总起来是吧 就可以把我总的固定成本 就可以得到了 那你看我们总固定成本 这三个加起来是20286 营业利润呢 就是编辑贡献减固定成本 把我们第一 第一小份的结果 减去固定成本就可以 这是我们第一问 那现在大家在跟我看第二个 让你分别计算 游乐场2021年平均每人次编辑贡献 大家看我们已经有了编辑贡献总额了 它让我求平均每人次的编辑贡献 那就要把编辑贡献总额除以我的总的销量 那我们的总的销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是卖了 相当于就是我们有500万张的游乐场 还有400万张的这个普通连票 相当于就是总的Q嘛 对吧 你把这个加总起来 我们累计的Q实际上就是500加400 对吧 就是四个Q加起来就是我总的Q 所以我们拿这个编辑贡献总额 除以一个总的销量 就拿我们第一问的结果 比上我累计的销量Q 是吧 就是我们总编辑贡献除以总销量 就是我们的每人次编辑贡献 然后又让我求盈亏临界点的游客人次 盈亏临界点游客人次呢 我们实际上应该是拿F除以 单位编辑贡献 那么你刚才不是已经得到了平均每人次的编辑贡献吗 所以我们就是盈亏临界点的话 就是用固定成本F除以一个 你刚才得到这个每人次的编辑贡献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盈亏临界点游客人次 安全编辑率呢 安全编辑率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你的这个 我们这个总的Q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就是我们总的那个正常的Q嘛 然后呢 减去一个你得到的盈亏临界点的游客人次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给我看一下答案 是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用我们这个总编辑贡献 除以我们的总销量 其实你把这四个销量加起来 实际上就是500 500的40 500的60 加起来就是500 我们再加400就是了 去除以累计的Q 就是我们每人次编辑贡献 然后我们的盈亏临界点的 那就是F除以这32点 是吧 F除以P减V不就是我们的盈亏临界点的这个游客人次吗 是不是 然后呢 安全编辑率呢 那就应该是用 1减去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 薄本点的销量 占你的总销量Q的那个比重嘛 所以这个就是上次就套公式了 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第一步 就是怎么分析出 四个单价四个销量 是不是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问啊 他说如果假公司计划2021年实现的营业利润是1万万元 就等于说给了目标利润了 他说呢 把游乐场的普通票提价70元 其他票价不变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个普通票是60 对吧 他说呢 普通票提价 但其他不变 那因此呢 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是PE是60 那现在我就要改了 那我们就说对于这套题来说 我的PE就变成70了 但他说其他不变 那我们就直接用他表里面给的 那P2多少还是30 对吧 P2是30 然后连票的这个价格P3呢 我们不变 80乘以50% 其实我们乘回来的话 那就是 这是40 这个是20吧 对不对 那我就用他这个呀 那相当于我们的P3 是40 P4 是20 这样价格 我们就是普通票提价了 然后又告我连票的销量 要增长50% 那么连票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这个 34这块 我们原来的连票是卖多少呢 是400万张 他现在要增加50% 所以就是要卖多少张了 那就新的连票要卖到 400乘1加50% 所以卖600万张 对吧 那么要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 那我的Q3是多少 因为他说其他都不变嘛 那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说 这个连票 他的这个 就是我们普通票占40% 优惠占60% 所以这个Q3 仍然是我们要把这个600万张 就新的这个600万张 他的40% 然后Q4呢 是600万张乘以60% 然后他又说呢 问你至少需要卖多少万张 游乐场门票 才可以实现目标利润 就等于上你求Q Q1 Q2 而这个Q1呢 比如说我设定销量是位置数X 那么我们这个 Q1它是占到整个销量的40% 对吧 Q2呢 占到整个销量的60% 所以你看 还是PQ我全有 然后我们的边际贡献率 还是90%不变 然后问你实现目标利润 其他都不变 利润给让你求销量呗 就以致利润到求销量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PVQ给我找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 也是画了一个解析的表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单价变了 但其他的单价 其他单价没有变 然后销量呢 就是连票的销量是上涨50% 这个销量我们都是X 位置数让你求的 那你就利用我们的公式 是吧 就是我们谈的销后收入 你用总的 PI乘QI 累加起来 然后你给我乘上一个边际贡献率 就1减10% 然后减去固定成本F 令它等于目标利润1万 F没变 是吧 然后P也没变 P变了一个70 然后Q只有一个X位置数 你一减方程不就可以得到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就是多品种的本量力分析 是吧 就是大家其实多做一些题 他考试的时候 他 我们说他一般来说结合企业实物 他不一定就一定是产品 特别是服务性行业 对吧 我服务的人次是销量 那么他这个门票的价格呢 就是我们的单价 对不对 这是我们给大家谈的保本分析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节 保利分析 保利分析呢 实际上就是包括保利量 还有保利额 但是实际上我们说 对于这一节啊 不用专门去背公式 就按照目标 我们前面讲那个本量力的 基本损益方程 相当于是以之利润 去求那销量或求收入 你像包括我们刚才讲 多品种的本量力分析那个 他也是给了目标利润 让你去求销量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书上 也给了公式了 那么这个公式 你可以看到 保利量和保利额的公式 和我们前面讲的保本量 保本额的公式相比 就是分子上要多加一个目标利润 也好记 我们前面是F除以P减V 他现在是F加上利润除以P减V 但是我觉得这块不用记它 就是考试如果考你目标利润分析 你就利用我们的本量力的公式 因为利润是等于P减V乘Q 减去固定成本F 他如果是单一产品 给了利润 让你去求销量Q PVF都有 那么去求倒球就行了 那么如果是多品种产品 那么多品种产品的话呢 我们通常呢 他可能是要考虑 用这个销后收入 是吧 因为他每个产品的收入不一样 所以多种产品 他就PI乘QI 然后呢 我们多品种产品的 编辑贡献呢 那就是用总收入 乘上一个加权平均的 编辑贡献率 这就是我们 这个收入乘以编辑贡献率 然后呢 减去固定成本总额F 也是你的利润啊 对吧 也是我们的利润啊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 为了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利润 它相应的产品的一个销量 或者是 我们的有关的收入 对吧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 本量力分析的公式 你去以致利润倒球这个销量 或者倒球销售收入 所以不需要背这块的公式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于 这个保利分析呢 实际上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啊 没有必要专门去背我们这个 有关的书上给的那个 保利额呀 保利量的公式 我们就利用 本量力的最基本的方程 然后以致目标利润倒球销售量 或者倒球销售收入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稍微提醒一下 就有的时候考试呢 他可能给我们的利润啊 给的是税后的利润 但是本量力分析的利润 是税税前利润 所以他如果给了你税后利润 那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税后的净利润 要除以一减数的税利 变成税前利润 他假设他体里面还有利息 那你还要把这个 呃 我们是不扣利息的嘛 你还要把那个利息给我加回来 这样才能够得到你的EBIT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本量力分析里的利润是EBIT 如果给了税后利润 我们要会求EBIT 你有了这个EBIT 然后套我们的公式去求就可以了 对吧 呃 那么如果你说我想记公式 其实也不难 你就比照我们保本分析的公式 你像我们前面谈了 盈亏利润的销量 我们说Q0 是等于F除以P减V 对吧 那如果你想让我 实现目标利润的销量呢 那就是 你得考虑 要 把这个分子上给我多加一个目标利润 不就完了吗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他公式比我们前面的保本的公式 就多了一个 多加一个利润 啊 那么如果是他考试故意给的是税后利润 那我们刚才强调 要把这个税后利润除以1-T再加上利息 把它变成我们的EBIT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实现目标税后利润的这个销量的公式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样 就是先把EBIT给我得到嘛 然后去加也是一样的 对吧 当然如果考试要考你这个盈亏平衡点的收入 我们就是拿 往F除以边际贡献率 但如果是让你求出保利的收入呢 也是一样在分子上多加一个目标利润 那如果是遇到多品种产品呢 那你就记住这个边际贡献率 如果是多品种产品 你用加全的不就完了吗 加全平均的边际贡献率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我感觉这个公式其实没有必要背的啊 就是保本的公式我们给他记住 因为后面还要用到他啊 而且也好记 保利的公式就利用本量力的基本方程去求就可以了 呃 我们先来看一下书上的例题啊 大家看 他告诉我们说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单价是两元 单元被用成本呢是1.2 固定成本 F是1600 然后目标利润是1500 让你求保利量和保利额 是吧 那么你 你可以直接用 F加上利润 然后除以P减V 或者就是我们讲了 我们就直接利润是1500嘛 是吧 P减V 2减1.2 乘以销量位置数Q 再减去1600 你去求Q不就完了吗 保利额呢 就直接拿 因为单一产品 就直接拿P乘Q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 目标的税后利润是1500万 税率是25% 但是我们要把它调为税前 因为他没有提利息 你就不用去管它 对吧 那么就是1500除以1减25% 你把它变成税前的 变成税前利润以后 用这个税前利润 你是等于2减去1.2 乘以销量Q减去1600 就省得被那么多公式了 是吧 所以就掌握最基本的 本量力的基本方程 对不对 然后保本就利润为零 去求销量 那个公式 你就自然就能出来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例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把前面这个 例16到5啊 我们改一下啊 就想要你做一下多品种产品的 这个保利分析啊 三个种产品 固定成本总额还是5万 是吧 他们产品的单价销量 变种成本各不相同 然后呢 我告你呢 目标的税后利润呢 是22500 所得的税率是25% 那我们一看呢 他给的是税后利润 所以我先把这个税前利润 给他得到 对吧 那我们的税前利润 就是22500 除以1减25% 得到税前利润 那么他让你算综合保利额 那么综合保利额呢 实际上就是 嗯 你可以背公式 或者就是说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利润 225 啊 你看22500 除以1减25% 这是我的利润 对不对 那他应该等于什么呀 等于我们的 我们知道 销售收入要乘上一个 边际贡献率 因为多品种产品 那么多品种产品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 考虑他的这个收入乘上 加权平均 边际贡献率啊 这样得到你的边际贡献 然后你再减去 总的固定成本F 那我们总固定成本 他已经告诉我 就是5万 加权平均边际贡献率呢 我们实际上 就是前面已经做过了 是吧 把这总边际贡献 除以总收入 这个也可以有了 所以让你去求收入 对吧 或者说你 你就用我们那个 好记的公式 就是固定成本F 但是要多加一个目标利润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税前利润得到了 然后你可以套公式 就是固定成本 但是因为他想求的是保利 所以分子上多加目标利润 怎么都可以 你用公式求 是吧 或者是就用基本的方程 倒求 那个销售 那个销售 我都可以得到 那么其中 B产品呢 因为我们是讲 销后品种结构不变 一样道理 把这个保本 就是把那个保利额 乘上它的销售比重 得到它的这个 B产品的保利额 除以单价 得到保利量 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以前的这个考题 就是16年的要题 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 第一问完成了 对吧 就是这个加盟的 这个固定成本F 有关V 还有盈亏利润销售收入 是吧 就是Q0 S0啊 那边都有 第一问已经完成了 第二问 这个敏感分析 我们后面才讲 我们现在就说第三问 第三问他说 计划目标税前利润 要达到100万 而且快餐的销后量 达到20万份 让你求一下 可以之后的 最低耗耗价格 这是让你求 为了实现目标利润的单价 对吧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 像有目标利润分析 大家最好还是按照 本量力的那个基本方式 没有必要再多倍一个公式 是不是 因为他说你求的是价格 那求价格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的目标利润 它已经告你 税前利润就是100 那按照我们的公式 我们知道100应该等于 P减V乘Q 减去固定成本F 对不对 那他现在说 销量是告诉你 20万份 让你求我可以 接受的最低价格 那就是单价P是未知数 对不对 那么关键在于 这个V和F 因为他没有说 固定成本会变 那我的F 我们可以套这个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第一问 你看我们刚才 就是我们前面那一讲 已经得到固定成本 总额180万 我们用第一问的180万 这个没问题 但这个V这块 我们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大家看我们在前面 讲过变动成本的分类 变动成本呢 我们有两类 一类是技术性变动成本 还有一个是 佐量性变动成本 那么技术性变动成本 它是和你的这个 有关这个技术啊 或者这个 我们的设计 是吧 是取决于你的 这个技术设计的 是跟你这个投量 你生产一件 那他就要投一件 对吧 他可以说就是 单位变动成本是不变的 它是取决于你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技术啊 而且设计这些 是吧 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 佐量性 佐量性变动成本呢 它是按照收入的 一定百分比 就是它跟你的食物量啊 或者说跟这个技术 没有必然联系 它是按照收入 一定百分比的 就像我们 16年这个考题 你看 它是告你什么啊 变动成本率 保持不变 就是变动成本 占收入的比不变 你像我们这个题里面 大家看啊 它是说 加盟期内 每年按营业额的 10% 向乙企团支付 特许基金权 使用费和广告费 是按照收入的 10% 所以我们在前面 谈到我第一个 变动成本 我们是用单价批 要乘以10% 对吗 就人家就是按照 你收入10%来 收这个 特许基金权 使用费和广告费 所以当你的价格上涨 那人家是不是 分成就要多呀 所以这个变动成本 是一个 佐量性变动成本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特别是注意啊 我们当有这个 佐量性变动成本 出现的时候 它如果让你去做 实现目标利润 价格的这个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联动的反应 就是说你这个V啊 我们经常不是说 单位变动成本不变吗 我们说V不变 对不对 那是一个相关范围啊 现在人家已经 价格有变化了 那你这个 佐量性的变动成本 也要变了 是不是 它是变动成本率不变 制造成本率是50% 那这块还有一个呢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一个 第二个变动成本 是V2乘以50% 所以像这道例题 你像我们那一年 有好多同学啊 在考虑这个 可以接受的 这个最低价格的时候 他把这个V呢 就用第一问的V了 这个不行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V 是一个 佐量性变动成本 所以这个单价PV这数 这个V呢 应该是P乘上一个 总共多少呢 这个50% 前面还有一个10% 总共60%啊 对吧 所以这样来 考虑 你这个求 这个单价 是吧 所以 你像他这道题 有点故意的 就故意前面 让你求V 但是后面 又让你求 它的最低价格 但是 由于这个变动成本 它是一个佐量性的 所以由于 价格的变动 我们就要考虑 联动的反应 V也会变 是吧 它实际上是一个 变动成本率不变 是不是 实际上这样 就说明 或者说边境贡献率不变 我们可以拿销后收入 其实就是销后收入 直接乘上 这个 1减去变动成本率 然后再减去 我的销量F 然后你去求 减去我的固定成本F 你去求销量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 保利分析啊 那么保利分析 实际上不仅仅是 可以让你去求 这个销量 也可以让我们求单价 为了实现利润的单价 是吧 或者为了实现利润的成本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 最基本的损益方程 知道利润去倒求 那些 财量就可以了